這邊就可以賣個國有地跟那些原住戶的人處理這些問題 人家他們是人我們不是嗎 為什麼統統是土等的百姓有這種不同的待遇 我覺得政府就是人民要有一個法令 之前的法令都有講住者有期 然後慢慢改變成說像是正用國有土地 你突然間改這個法庭 我沒有聽過這個主要正用國有土地 然後現在我們百姓不知道何去何從 那將來呢你們政策改變 那我們這些百姓要怎麼辦呢 因為你的政策天天改 像我們在法院他說你們地幕早就改了 我說我們44年住 然後我們543年改 我說我們怎麼會是 我們是平民的百姓只知道工作要繳稅金 你們是法院的人天天改法條 你們知道我們百姓怎麼會知道這些法條呢 對不對你要告訴我們說 你可能告訴我們這些住在這裡 這裡可能已經公佈了改地幕了 你們要不要考慮看它是否可以成出或是成垢 可是他們都沒有給我們任何個機會 只是說土地藏了 它就一帶要我們走 那你不是要逼死我們嗎 這叫不就是很殘忍 這叫做人權國家嗎 都沒有 那平宅是我們自己去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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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透過社會局 然後社會局才告訴我們說 那我們幫就是你們要排費 那租金有補貼嗎 那租金有補貼嗎 因為它平宅應該是沒有收費 只是歐 對 政府這樣的政策讓我們百姓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你要改就改 那我們隨時沒有辦法跟著你的腳步走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但問你們時間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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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天台灣 明天台灣有什麼事 有要開港的酒店 我們家也 有請問我 有請問我 是否有得 有請問我們家 你能不能再問我 你要不要開港的酒店 趕快到那補貨店 趕快去 謝謝 謝謝